华裔男22刀将妻同死孩将其惨死照发到家庭微信群专题 华裔相关新闻,最新动态 怀疑妻子与别的男人出轨,争吵中他22刀刺死妻子, 接着将尸体照片传到家庭微信群, 然后拿被子将妻子尸体盖住自己躺在旁边, 警方来后他假装昏厥,拒绝睁眼, 据每日邮报BBC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 英国华裔,专题,男子54岁的宋一星, 阴逸,阴谋杀35岁的华裔女子王立青, 阴逸,被判无期徒刑,最少刑期19年, 狠狠捅向妻子22刀,将惨死照片发到妻子家庭微信群 法庭文件显示,这是一起由外甥恨极度成仇罪酿成的家庭悲剧。 今年2月25日,在英国伦敦东布莱顿移动住宅, 54岁的华裔男子宋一星怀疑35岁的妻子王立青 与别的男人约会,就在两人争吵之时, 宋一星从厨房拿出菜刀,狠狠地捅向妻子 并连续捅了22刀,王立青因为失血过多当场死亡。 据ABC报道,杀死妻子后,宋一星竟然没有任何的后悔或担心, 他竟然拿出手机拍下王立青惨死的画面, 直接将照片发到有王立青的父亲、 姐姐侄女在内的家庭微信群中。 看到照片后,王立青在中国的家人很是震惊。 她的姐姐赶紧联系了两名在英国的朋友, 让他们先报警和叫救护车, 然后去妹妹家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这两名在英国的朋友到达王立青家后, 宋一星去开门。 当他们询问王立青在哪里时, 宋一星直接带着他们到了卧室。 他们看到了躺在地上的王立青和血迹斑斑的菜刀。 看到面露雄光的宋一星, 这两名朋友赶快逃离了现场, 然后报警还叫了救护车。 随后,宋一星从床上拿了羽绒被将妻子尸体盖住 接着自己躺在旁边。 直到警方到场时,他甚至假装自己晕厥过去装并拒绝跟警方合作, 称因怀疑妻子出轨而酒后醒凶。 Famna Lovinei, Click to fire original。 报警12分钟后, 警方来到案发现场。 尽管医护人员一度尝试心肺复苏, 但最终还是悬不不治身亡。 法医的验尸报告显示, 王立青的尸体上足足有22处刀伤, 因尸血过多死亡。 当警察到达案发现场时, 宋一星躺在王立青尸体旁边的地板上, 一动不动, 假装失去知觉。 但现场的医护人员证实, 他实际上是有意识到, 只是在装病, 拒绝跟警方合作。 当警察将宋一星移到椅子上时, 他仍然拒绝睁开眼睛。 警方没有办法, 只好把旗牌到警车上, 在整个过程中, 他几乎一直闭着眼, 只是短暂地睁了下眼睛。 面对警方审讯, 宋一星仍然闭着眼睛, 但他还是开口了。 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杀死了妻子, 但确实与他发生了争执。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 无法睁开眼睛。 宋一星在法庭上表示, 那天晚上, 因为妻子一直在跟另外一个男人联系, 我相信他背叛了我。 我睡不着, 就去喝了许多酒, 包括酒精浓烈的皮酒和红酒, 然后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杀了他。 警方调查两人同居并未结婚, 疑犯曾因分手自杀最终被原谅警方调查发现, 王立青是个寡妇, 有两个孩子, 儿子22岁, 女儿12岁, 儿子是并非他所亲生。 宋一星是明目公, 他和王立青是同居关系, 两人正在交往但并未结婚。 警方还发现, 宋一星有酒精依赖时, 2018年10月, 因为他酗酒, 极度以及超强的控制语, 王立青曾试图离开他。 宋一星在街上尝试自杀, 警方接获报警后到达现场, 发现他的左手腕有浅浅的借口, 在他旁边是一个半空的威士忌酒瓶和一张纸, 上面写着王立青的名字和手机号码。 但这件事后, 王立青竟然原谅了他, 选择继续留在他身边。 法庭判决被判无期至少先进19年, 死者独剑桥的儿子休血一年9月1日, 宋一星被控谋杀案再次开庭, 宋一星当庭认罪。 法官宣布其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处无期徒刑, 至少要监禁19年。 法官希伦表示, 案发后, 宋一星无视王立青家人的感受, 给他们发照片还直接躺在尸体旁边, 也并未报警, 做法令人感到相当可恶且不寒而立, 以杀人罪起诉后, 判处无期徒刑。 检察官菲茨帕特里克表示, 宋一星不仅夺走王立青的生命, 而且给那些爱他并照顾他的人带来痛苦和损失。 王立青有一个12岁的女儿和一个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子, 他们因失去母亲深受其害。 我希望判决能使王立青的家人和朋友感到安心。 负责调查案件的当地首席警官保罗康斯丁表示, 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调查, 此案使很多人受到伤害受害, 王立青的孩子失去了母亲, 他22岁的孩子本来在建桥大学读研, 却不得不因此修学一年, 而看着他毕业曾是母亲王立青最大的愿望。 宋一星将王立青遇害时的照片发到家庭微信群, 残酷的举动给他在中国的家庭留下了。